我到杭州啦 然後這次住的酒店是在小盧他們家附近 所以就不多介紹了 不是在市中心的 下午去找小盧玩 去找球球玩 嘿嘿 來杭州的第一頓 就是我的一鳴蛋奶 然後配我的咬不得生煎 他們家生煎真的超好吃的 我每次來杭州的第一頓都是這家店 他們家這個湯汁真的是會爆出來 太好吃了 我的湯已經吸出來了 真討厭 先開個口 天啊 就是這個味道 一咬開然後就是滿口的湯汁 而且非常鮮甜超好吃的 加一點醋 絕了簡直 肉餡超足的 小盧呢 小盧你不是在做嗎 這兩個神經病 我們的紅毯呢 紅毯呢 你要走嗎 不用 露露帶我們來吃這家鹹堂傳統小吃 然後他們家店面真的非常小 我懷疑小盧真的想填飽我們 帶我們去吃就是他之前點了 餛飩還有麵 這個蝦是掉了的 然後小盧順手就餵 這個是我的蝦子麵 為什麼那麼多啊 這個是小盧七手都要拌的麵 他想餵飽我 讓我少吃一點就是他 他這個麵好像很有油潤的那種香味 這個是我的過程 燒賣 他裡面滿滿的都是湯 蠻鮮甜的那種味道 他們的醋我覺得都很好吃耶 甜甜酸酸的那種蛋糕 這個是傳說中的蛋黃混沌 所以非常非常好吃 然後上面有一些小蝦米 然後蔥啊還有什麼花生之類的 我終於吃到傳說中的鹹爛黃混沌了 然後它裡面真的是就是一小拖吧 然後就真的鹹爛黃味道是滿重的那種 然後這個混沌皮是滿厚的 但是它拌的那個醬料啊還是很香的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說那個皮太厚 所以寡淡無味 挺好吃的 我們剛剛吃的那家小吃我覺得挺好吃的 因為從來都沒有吃到過鹹蛋黃的混沌 然後一直聽小如說鹹蛋黃混沌很好吃 主要是它的醬料真的滿妙的 然後麵條的話可能是因為天氣人 就太冷了很容易脫掉 然後我們晚上要去吃就是太 杭州的冬天真的好冷 我一直都是春天或者是夏天來的杭州 然後從來沒有感受過杭州的冬天 就是雖然它是零度啊四度什麼的 聽起來不會很冷 但是它是那種會鑽骨的人 就是南方的人結合溫度極其低的那種 哇就真的是太難受的冷了 所以大家來杭州 冬天來的話一定要穿得夠厚 耶!我的Cycle Cycle 我要來買它的海鹽捲 這個Cycle Cycle買了一些麵包 然後我之前就很喜歡吃這個海鹽麵包 我覺得特別香 他們家麵包我覺得都是不會粗粗的類型 還有生虎寺也很好吃 這都是西湖 這邊有個遊客 這個遊客在拍照 在自拍 好土啊 看他我們晚上要去吃什麼呢 GoGoGo 我真的超級喜歡他們家 只要是去了有這家店的城市呢 我就一定會吃他們家 然後他們家每次都會送一個前菜 就是這個蝦片 然後待會還會送一些什麼小杯的冰沙 什麼都很好吃 我覺得從前菜到那些菜品啊 還有那個椰子這種超級巨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就是真的是 吃了我覺得都不會覺得難吃的 這種類型 我昨天牙套剛複整 然後把我的牙齒弄得很緊 今天牙齒都超痛 但是我還是要吃掉這菜 小爐帶了個蛋糕來 好可愛啊 然後這邊還有個聖誕的 超級好看 我們待會要吃掉 耶我最愛的椰子丼 它超級短的 噢 他們家這個椰子丼真的超級好吃 就非常非常嫩 而且椰香和奶香都超足的 然後吃完還可以刮它上面這些椰肉來吃 這個是我們的酸辣雞爪 它們家火鍋之前呢 一定要先喝一下這個湯 公公公湯這個非常重 這個味道很香 謝謝 謝謝 這個是我們的泰式寶載飯 這是那種很泰式的寶載飯 然後裡面有一些豬肉末啊 還有這種香菜還是什麼香茅之類的香料 好 檸檬葉 大家好像不喜歡出來 你只要把那個 我們就下在那個辣裡面就好了 我怕它玷污了椰奶 我跟你們說 這個椰香蝦碗真的超好吃 很厲害 它裡面是那種爆漿的椰香 就是夾心的那種 你們看它這裡面都是那種椰香 真的很香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椰香是甜甜的那種 我吃完就是太了 然後我覺得真的超級好吃 真的是我每次必打喊 然後必點就是那個三個顏色的肉 那個什麼肉類拼盤吧 然後還有一個是椰子雞 還有一個是椰香下滑 還有椰子凍都很好吃 你們一定要試試這家火鍋店 我覺得絕對不會失望 我們現在來小路家 拉球球啦 喔 球球 好可愛喔 今天它比較喜歡我 球球 太可愛了 太可愛喔 我們在打牌 然後準備吃蛋糕 然後有一隻小狗被放到椅子上了 小爐給我們帶的爐氣燒餅 裡面居然包著臭豆腐和鹽酥雞 好熱狗喔 太神奇了 而且超大一個 登登我們今天要去傳說中的法喜寺 來了這麼多次杭州 我都還沒有去過杭州的寺廟 然後今天就要去看一看掌掌見識 杭州真的超級冷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撒起寺 拜拜 謝謝 進來的時候一人會給三柱箱 這邊是放龜池 我們來看小龜龜 這邊的烏龜可能是太冷了 都冬眠了很少 就看到一兩隻 這邊有一隻角落有一隻龜龜 再一次 對 路邊常常都沒有 超多人會摸這些 我要摸一根 快樂 我們從法喜寺出來 然後在門口買了個豆腐 热乎乎的 还冒着烟 这个豆干刷的甜酱就咸咸甜甜的 然后又热乎乎的 好吃 然后我觉得法奇寺真的蛮值得一逛的 就是跟厦门的大部分寺庙都不太一样 它长得非常漂亮 各方面的建设都很好吧 然后就还很适合拍照啊什么的 就也不会觉得说无聊 而且走走逛逛也是不错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后它门口还要卖一些很可爱的御守啊什么的 大家也可以当作搬手礼去带回家给朋友家人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我最爱的日料制作月楼宁 你们看超夸张 今天月楼宁真的人爆炸多 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进来 这里一排的鞋子 这家店要脱鞋才能去吃 有脚臭的人不可以来吃哦 我们来咯 我们昨天笑到生意呀 昨天生意比较小 然后这家日料我真是超级喜欢 我跟我朋友那个很爱吃日料的朋友 我都觉得这家是最好吃的日料制作 然后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那种 我觉得反正也是来杭州必吃吧 只要是你喜欢吃日料的话 这家店是398一个人 然后除了龙虾是两人一只 还有蓝七七枪羽是美味两片 其他都是无限点的 就什么海胆啊 七七八八熬虾啊 什么都有 反正很厚一本菜单 很好吃他们家 这个是我们的刺身 我们点了一只龙虾是刺身的 然后他们家三文鱼真的很肥耶 这个是我们点的另外一只熟的龙虾 这个是我们的雪蟹饺 然后还有个寿司锅 我超爱他们家三文鱼 因为真的非常的肥美 然后这个是雪蟹饺 它这边都有办法开好口吃 我的蟹腿 这个蟹腿虽然跟延吉的那个差点意思 但是也是蛮好吃的 蛮生甜的味道 再来喝一下味噌汤 这个是鲜干贝 这个是扇贝 他们家有烤生蚝或烤扇贝 什么都有 他们家扇贝少了点粉丝 我超喜欢吃那种扇贝粉丝 他们家橙汁是鲜炸的 是新鲜橙汁 我们家 手就是用咖喱的味道的 还可以 这个虾超级大 就跟我的脸 就是一样的长度 真的超大级 然后它肚子上还有这种蓝色的虾子 我们小陈剥一只虾要剥十分钟 就真的很难剥很痛 但是它的肉是非常隐气透的那种类型 剥好的 它的肉非常咚咚咚 这个虾的肉真的很甜 这个是河麦 它的酱的味道太重了 这个是葱烧鸡肉 我发现这些料理的葱 都是这种大葱 嗯 挤了柠檬不错 它鸡肉蛮嫩的 嗯 葱蛮香的 会提香 好吃 这个也是限量的 一人线翻筷的蜜瓜火腿 这也是一人限量两片的 南崎金枪鱼 油脂非常丰厚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金婆 就是它跟普通的金枪鱼不太一样 它整个鱼肉里面全都是油的那种感觉 超级乱 就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这个是雪花牛肉 它超大一块 这个雪花牛肉也太嫩了吧 就不像是它个头这么大的味道 因为我原本以为它个头这么大会很柴 因为我吃过很多这种很大块牛肉 然后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吃下去 直接会出汁的那种类型 好吃 我们就是太能吃了 全都吃完了 然后现在要点第二轮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很好吃 基本是不会出货的那种类型 就是吃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道菜是菜了